这个是长寿花的一个七彩毛绒 开花呢有好几种彩色 很多花呢也在咱们家下过单啊 买过这些个东西 买过以后呢 他说为什么我的开出来都是黄色 没有带彩色呢 消光宝贝 那有的话说 老外你不是说长寿花控光吗 我跟大家伙再说一下 长寿花二度开花的时候 就是你比方说 想要开第二波花的时候 是要控光 每天只晒六到八角色左右的光照 其余的时间一点光照不给 你像这种已经长了花苞了 你像这种状态 像长寿花这种含苞带风的一个时期呢 你可以晒 这个完全可以晒 这个没事的 是吧 像很多的花若买到的花呢 基本上都是这种带花苞的一个状态 是可以见太阳 如果说没有光照的话 像金狐狸也好 什么花也好 那种带伞的 它开出来的颜色都会很淡 就不会产生什么 尤其是像这种七彩的一个变色 这这那那的 好了 算完呢 现在再给大家叨叨一下 长寿花的一个花后的修剪 很多的花若不太会修剪 其实长寿花的一个修剪是极为简单的 大家只需要剪掉它这些个 咱打个比方说这个开白狼 你往下剪 你就把它的花梗剪掉就行了 你看这个 是吧 它开花的 把它这个花梗 残花这里剪掉就行了 这里一刀下去 就剪掉 你看这种开花的地方 对吧 剪掉 从这里剪掉 还有这种 剪掉 剪掉 当然了 你想看的 留着看 然后呢 有的话说 哎呦 我这个剪了 因为我觉得它太浓密了 我觉得这不美观 可以剪吗 当然是可以再剪的 可以深度的去剪 你也可以说的 咱们说句最不好听的 你可以怎么着呢 你可以齐根的去剪 像这样子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死不了 它的一个蒙涅能力很强 你看 这两边还有侧牙起来 所以说大家在养常数化的时候 对于修剪那块 你不用说是很拿捏 很纠结 好了 这个呢 就是要给大家说什么的 就是修剪那块 大家不用太过于拿捏 如果长得不好 随时可以像我这样子剪 剪了之后呢 等到叶片再长起来 长到一定形态的时候 大家再去控花就行了 像这个呢 剪下来的这个 大家都可以去进行牵擦 像这种饱满的叶子 都可以进行叶擦 用叶子牵擦的存活率呢 也是比较高的 也可以整根的去擦 你也可以把这里 从中间这里剪 这样 像这样子都可以去牵擦 不过修剪的时候 尽量的这个切口 要锋利一些 如果说切口很锋利的话呢 会更加容易吸水 还有一个呢 预伤组织会完善的比较好 最好是像牵擦这种肉质的东西呢 晾干一下 再去牵擦比较好的 反正很好喝 扔到潮土里边都能喝 好了 简单的给大家就分享到这了 好吧 下一期的时候 再给大家叨叨一下 二度浮花的事吧 我吃了话一 眼花最大一 要不说就点个赞 白了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